大家好,我叫李颖,今年22岁 就读于北京工商大学财务管理专业 在大学期间,我加入了校外联部 小波音寨以及校辩论队 这些校园经历都让我提高了沟通能力 以及逻辑思维能力 在这里呢,我想寻求一份市场运营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这是在家里呢 嗯,对 看来你们家的装修风格还是 比较甜蜜的风格 就是老年人style 这还老年人style 对我来说有点花 今年毕业吗 嗯,对 为什么想着在通过云面式的方式 来非你莫属找工作 因为我可以同时面对很多家企业 选择更广 然后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然后节省了大家的时间 也可以提高效率 然后我也可以见识到 不同企业家对我的评论 或者对我以后的面试啊 或者工作经历有所积累吧 跟你聊天感觉你的这个性格不太像做财务的吗 嗯,所以我就会不选择这个行业 就是对我来说可能太枯燥了一点 那你以前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呢 嗯,听妈妈的话 那你今天要求持的岗位是什么 就想运营 为什么想做这个 嗯,因为我比较想做一个前端的工作 然后运营的话 他不仅仅是销售 也包括了广告和文案 我觉得他做的事情 活动内容非常的广 我觉得我在从中也可以学习到很多 并且我觉得我的优势 可以在这个岗位上发挥到极致 简短的用几个字来形容一下你的优势 理性 嗯,高效 还有就是创新 创新 你能用三个例子来举例 说明你这三个优点吗 嗯,高效在于小组作业中 就是我充当组长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们的小组作业 可以在一天的时间内进行完成 因为我会给他们分发任务 然后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告诉他们 我们要达成什么目标 分板块进行 这样就会比较节省时间 然后理性在于 可能就是因为我是理科生的关系 我不会那么的感性 我是一个结果导向的人 我会直接指出别人的缺点 也会指出我自己的缺点 大家一起讨论 不会特别婉转 然后创新来说 是因为毕业的时候 当时是有个二手书的回收活动 以八毛钱的价格进行了回收 我们整栋楼的书籍 然后当时我是找了网上的 所有在线的二手书网站 进行了两个网上的分发 然后当时我也是赚到了一千多块钱 就从中 我觉得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 表达确实很有条理 那么你的求职的地点是希望在北京 还是全国皆可 成都 有异乡企业吗 五八同城 五八同城在成都可能还真的有分布 其他公司还未必有 你要求薪资多少 实习四千到六千都可以 底薪不超过四千是吗 对 爸爸妈妈在家吗 我妈在 妈妈为什么躲着不出镜呢 她等着就是大家呼唤她出来 好 那我们呼唤一下 有请你母亲 妈妈躲着 葛雷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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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好 比你女儿漂亮 是吗 你选的窗帘一点不滑 那个夸夸自己女儿吧 觉得你女儿最拿得出手的是什么 当妈的最了解了 我觉得我女儿的性格比较好 比较阳光 比较乐观 而且比较自信 从小的话她就比较独立嘛 就是出门的话 她就是作为一个女孩子 她出门我都比较放心的 您平时看非尼莫属吗 看 你想让她去哪家企业 她愿意去五八同城 我觉得她就愿意去 她去哪里我都支持她 你觉得段东那老头靠得住吗 段总 我一直看那个五八同城 我觉得段总非常欣赏段总 欣赏段总什么呢 段总的声音我觉得挺有词性的 段总的声音挺有词性的 您说了这个我的声音有词性 陆老师就羡慕嫉妒恨了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 就是段总给那个求职的那些学生的 提的建议是比较中肯 对他们就是比较有帮助嘛 我觉得 那你这边倒是 录了这么多年非尼莫属 段东是最值得我尊重的一位企业家 他说的话呢我也觉得很重 这种重量在每个人心目当中都认为 它是有很长足的人品专业乃至于行业新人度的 冒昧地问一下 其实这段时间其实大家伙都待在家里 爸爸去哪儿 他的爸爸就是去世了嘛 收获意外去世了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您一直没有在组建家庭上 没有 这是为了女儿 也可以这样说吧 那您真的挺不容易的 为了能够让你有更好的成长 所以一直没有再婚 那么其实我觉得你内心深处 对这一点也是很有感触的 但我估计你这种女生 不会轻易地去说出那些感谢母亲的话 但我今天如果非要你让你跟母亲说点什么话 你想说啥呀 其实吧 我觉得他为我 就是放在我身上的重心 其实太多了 或者就觉得他的一生 可能就为了我而生活 可能就缺乏了他的生活 其实我也跟他聊过 就是希望他多关注一下自己的生活 因为可能以后我长大了 可能也不会在他身边 也希望找一个人去照顾他吧 这个人的最完美的这个样子 是不是段东那样的样子 我觉得我妈有点hold不住他 你妈有点hold不住段东 段东很老实的 我总觉得他一瞪眼 我妈就会 那你觉得你在这些企业家当中 同岁数的这些男人相比 你更愿意认谁做爸爸 我都想认做哥哥 比较多一点 我的意思不是认他们 是说哪种类型的 你觉得他能够给你的母亲 带来幸福 这是你的 这是你的 我比你母亲还小好不好 不要开这样的玩笑好不好 我觉得我烧到自己身上了 对吧 其实呢 说句实在话 我们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就一边在想 刚才你说那个窗帘有点花 但说实在的 在家里 一个家里面没有男人 这个母亲更多的希望 让家里人过得有生气 这些年来 既当妈又当爹 当爹有非常坚强的一面 扛起一个男人的责任 当妈 他又希望家里生活 更有一些烟火气 我觉得他选这种窗帘 说明他还是热爱生活的 你看现在像他这个年纪 很少会选这种蕾丝的 这种窗帘的 说明他在生活当中 还是希望能够给你 带来一丝气息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这一点特别难 来掌声送给你母亲 我们第一轮要选了 我们看看有哪些企业家 会为你的女儿留下来 这盏灯 来第一轮选择 去货流 请选择 还剩六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财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请看提 活没少干 班没少家 绩效考核却不被领导认可 该怎么办 李颖请回答 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效率问题吧 就是你的时间 工作时间延长了 但是你的工作成绩 确实还是比别人差的 其实从结果来看 从你的领导来看 其实你并没有给他 创造附加的价值 我觉得你需要检讨 自己的做事风格 来调整一下 你自己的做事方法 或者去请教一些 别人绩效高的同事 是怎样做工作的 是可以在短时间内 完成一个高效率的工作的 李颖呢 我觉得他的优点是 他从在从自身找问题 其实这条题呢 考教的是说 我们如何去判断好的标准 优秀的标准 那么在尤其是在 绩效这件事情上 领导有他对每一个人 绩效目标的一个判断 那么他判断的标准 很可能并没有搞清楚 才造成了你花了时间 花了力气 拿不到结果 这可能才是问题的症结 所以一般真正在职场上 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最应该做的事情是 和自己的领导 好好谈一谈 领导到底想要什么 有专业上的岗位的问题 可以问他吗 可以 你刚才说的那个 市场运营是很大的 这个没有这样的岗位 它可能会更加落在说 究竟是活动啊 是文案啊 是短视频啊 是要落在这些具体的 技能的岗位上的 我测试一下好吧 我这块帽子 对吧 你写一段什么样的文案 来卖我这个帽子 如果一定要按营销号的来写 就一定要写金这个字 金竟然非你莫属带过同款 然后再一个 今天我们给到了多少折扣 我觉得补贴可能是 现在当下网络 限制平台最常用的一个 就是宣传手段吧 然后现在加上一个 就是我们节目的流量效果 然后第三个来说 可能就是我们戴完这个帽子 可能以后我们可以回收到 假如说你可以在帽子旁边 刻一下一个字 自主地参与进来的话 我觉得可以有一定的适应 实际上 就是你既然卖产品嘛 你得看明白这产品吧 对吧 这产品中间有哪些特点 是值得可以去挖掘的嘛 而不是说你突然间 跳到那个公众化情绪 这儿写个旌旗 那怎么你将来可以怎么怎么样 你还是要去讲产品吧 石头哥 我觉得他这个 作为一个非专业 对口专业的学生 然后又学才快 学习财务的 然后他又是 能够在短期内 给出这么一个比较符合 不是 如果 因为你看 如果我要留灯的话 我那个岗位叫内容组 内容组的话 就是说 这个产品 无论是饮料啊 还是服装啊 还是汽车啊 他要有能故事这样的 我觉得 他反应非常快 说我现在就可以 再全网说 非你莫属的 这是个亮点 第二 就是一个bug 就是我补贴 对吧 其实 非你莫属 杨老师戴着帽子呢 可能就只有一顶 而且用降价的方式 来进行营销 实际上就陷入套路 所以网上卖货有两种 一种是我用价格的方式 来清销 一分钱一筐橘子 还有一种方式 说赋予这产品的意义 我觉得营销 其实要在产品上 进行定位 这是前提 如果不定位 盲目地按照套路来讲 可能就会失分 第二轮选择 去火柳 请做选择 还剩三盏灯 来